各位觀眾 我因為這幾天去了外外教書 所以沒有機會拍片跟大家分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現在這幾天 國際聚焦在華為公主被捕那件事 那我有想過這件事 其實跟坊間他們的分析 有些相同也有些不相同 我講我不相同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作為另一個critical thinking的參考 這件事會是想起20年前 阮華集團的走私案主角賴昌星的遭遇 阮華集團是1995到1999年 由朱鎔基作為總理的時候 一手因為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引發出來的 他自己親自去處理這件事 也都一連串的追捕行動 也都當時有十幾個人 在未曾正式有充分資料之後 就槍斃了他們 那令到很多事 那個疑團都不能夠水落石出 而賴昌星走老走了去加拿大的時候 申請難民身份 希望加拿大的一個引渡條約 用了難民身份之後 就不能夠引渡他 這件事糾纏了十年左右 那終於在2011年左右 才能夠成功引渡到他回去 那要當時的總理溫家寶和胡錦濤 都擔保不會判他死刑 才引渡成功 那現在公主被捕 很多人都說他陸過加拿大 然後被捕 因為由美國叫他加拿大幫他捕 那這個是一個正常的想法 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 你又想一下 如果這個被捕是被被捕的 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他可以保護到他 整個家族的利益 因而這個家族的利益 也都令到他可以有時間 可以留在加拿大繼續打官司 去陳述他的利害 亦都可以用那個時間 換個空間 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 他可以換到更大的空間 去做為他和中國 現在當權派的談判籌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最主要他也看到現在的當權派 怎樣對中興 怎樣去對付阿里巴巴的馬雲 跟著怎樣去跟騰訊 去處理陳述那件事 那裏面所有得到出來的東西 都引致這個公主最後都選擇了走上這條被被捕的道路 那這一節比較長一點 這一輯所以我分為兩集 那這一集我們先講到這裏 那下一集我們再分析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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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